伯母 这第三杯 就该轮到我了呀 好 好 好 杜小姐 好久了 对呀 好 对啊 杜小姐 来 杜小姐 我也敬你一杯 小姐 我也敬你 雷总 您在这儿啊 林副总怎么也出来了 看来我们都是出来多久的 这不是老同学杜晓苏吗 好久不见 那我先回去陪客户了 下次再聊 再见小苏 怎么 杜小姐和林副总还认识 认识 我们两个认识很久了 杜小姐是我大学的学妹 毕业以后一直没有怎么联系 没想到 在这个地方遇到 是吗 原来林副总和杜小姐是大学同学 这叫固人相逢 宇真哥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和林副总约了人吃饭 怎么了 博远今天聚餐啊 哪儿啊 郑哥那帮客户死磕呢 这不 小苏 把小苏也叫过来陪我对付他们来了 小苏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贝总他们正等你敬酒呢 宇真哥 你都不知道那帮老狐狸有多狡猾 场面上的话说的是滴水不漏 就是不提合同的事儿 你酒量可不好 幼稚点儿 免得喝多了 还真没人扛你回去 我就知道你心疼我 宇真哥 你放心 我们舍命赔君子也是应该的 对吧 小苏 那我先进去了 小姐 请问需要我帮您叫辆车吗 不用了 我想自己走一走 好 好 会变得软弱 是因为伤害 太温柔的谎言 何苦去拆转 爱与痛 徘徊在我们之间 找不到答案 像时间倒转 会不会改变 是 有 这街上有什么风景啊 值得你杜小姐一个人在街上闲逛 雷总 梦游呢 林总真会开玩笑 我就一个人在街上走走 你就不怕这黑灯瞎火的 遇上个劫色的 就我 那可说不准啊 说不定碰上个机不择食的 趁着这夜黑风高的 撞上一个算一个呢 到时候 把你往编织袋里头一装 黄埔江里头一撂 想想都可怕 上车吧 不怕我送你 没听见吗 你不怕 把你往编织袋里头一装 黄埔江里头一撂 从此 你人间蒸发 销声匿气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喽 安全带 看来杜小姐 看来杜小姐 今天没少喝酒吧 没喝多少 就一点点 一点点 人生得意须尽欢 末世今尊空对月 听起来杜小姐还挺伤感的 笑什么 你知道吗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 什么 这一点我都毫不意外 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吗 说说吧 你是不是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啊 也是 你看看你 童小出生在富裕的家庭 角力高 人又长得帅 自然就会觉得高人意的 不过 你不觉得这种自以为是 高高在上的样子 真的很让人讨论吗 这么听起来 杜小姐 你是打算继后吐真言吗 这就是酒精的魅力 你永远把自己裹在一个壳里 表面上看上去很耐心 但是其实内心 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 杜小姐 我劝你不要传播别人的心思 你凭什么以为你很了解我 凭什么 凭我的直觉 凭我的直觉 你知道现在沼泽里的感觉吗 挣扎只会越陷越深 祈祷坚持到有人来救你 狗屁 其实谁也救不了你 这世上 从来就不会有人 去在乎别人的顾影自恋 看来我对你之前的判断没有错 你就是一个没有心 没有痛点的人 你的这儿 就是一块冷冰冰的石头 行 我就把你这句讽刺 当空为天了 倒不像杜小姐你 每天沉溺在自己的痛苦之中 也许吧 也许吧 我看你这句话 你怎么会负员的 又是一块水 我都说你自己的 你怎么会负员的 我看你了 你怎么不叫醒我呀 谢谢你送我回来 今天我喝的有点多 话也有点多 你就当笑话 听完忘了就行了 看来那酒劲是过了 有二也听听杜小姐 讲讲自己的心里话 也难得听到别人说真话 挺好的 雷总再见 杜小姐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你之前到底为什么 突然和郑融分手 是因为你另有他人 还是因为你有难言之意 造化弄人这四个字 您听说过吧 对于我们来说 解脱的唯一方式 就是放下 可是谁又能真正地放下 你不上来吗 我就那么可怕 我一来 电梯都不敢上了 对了 你怎么昨天自己先走了呀 也不跟我说一声 害我瞎担心 昨天晚上 顺道送个人回去 回去太晚了 就没联系你 是谁这么荣幸 能让我与真哥亲自送啊 杜小苏 你昨天晚上回去没事吧 我 我挺好的呀 不是吧 你昨天送的是小苏 昨天晚上 顺道看到杜小苏在路上走 就送了他一程 我说呢 杜小苏 你昨天跟那儿磨磨蹭蹭 半天不走 原来是等着搭雨真哥的车呢 不是 不是 只不过是碰巧而已 碰巧 上海那么大 成千上万条马路 你怎么就这么幸运 能碰到雨真哥的车呢 喂 对 对不起 雷总 粉丽 你看 电梯都让你给说怒了 杜小苏 你不会是对雨真哥 早就蓄谋已久了吧 我说呢 雨真哥怎么对你这么上心呢 我怎么愣是没发现 身边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孩呢 请了 粉丽 快点 屁股 快点 屁股